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今天跟大家爆相的就是 《GANGAR!-MobilSuits Gundam G3!- 那...其實自己也很少買的是機動戰士高達系列的東西 是因為始終都很怕砌模型 因為沒什麼時間 又怕癡貼紙 後來我知道這個食玩系列 推出了 G-Frame 的系列 一直都很有興趣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平時很喜歡玩食玩玩具 什麼掌動、創動等我都很喜歡 之前我自己對它的玩法有點抗拒 因為它要分兩盒去買 一個是可動骨架 一個只是規格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麻煩、有點困難 這次這盒是可動骨架的銅菌套裝 因為這次是限定的玩具 在日本就去到EON才買到 但聽聞在日本那邊都火速買斷市 但這次為什麼要介紹呢 因為下星期將會有CV 為了紀念CV 在PBM Bandai大家可以訂購 在香港PBM Bandai 可以訂購這隻在日本賣斷市的 食玩的Unicorn Destroy Mode 跟大家說明這隻是要組裝的食玩 事不宜遲,跟大家立即拿出來玩一下 OK,完成了 先看看你有什麼限定 首先第一件事跟大家說 這隻是完全沒有貼紙的 所以都很喜歡,最怕貼貼紙 看到身上的標誌全部都是印上去的 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歡的叫做珍珠白 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普通的Unicorn 顏色上的分別 還有它那隻藍有一點金屬感 亮身的,挺正的 另外裝備方面有盾子 還有雷射槍 也很好,這次就直接有可動骨架 大家就不用分開兩盒去搞 先試一下 首先試一下關節 即使你機動戰士Gundam 一定要看看那些 可不可以做那些很有型,很瀟灑的射擊動作 OK的 摸上手 也不會有些很斑斑的感覺 始終現在Bandai的模型其實都非常高超 即使是食玩 我們的要求都很高 大家看到下面這個很尷尬的位置 就有一個可以給大家插那個支架的位置 平時都比較少在這個頻道玩模型的 這次跟大家去試一下 OK的 手腳方面 完全是 肩膀不錯 因為肩膀跟身體分開 所以完全是 360度扭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角就比較左手 小心不要弄斷對角 之後呢 腳呢 哦 這個裙板就不同一般模型 一般模型的裙板可以插得很高 不,這個也可以 就比較實一點 另外大家看到 都是用那些波裝 所以呢 嘩 嘩 是非常之厲害的 因為呢 大家都 聽我剛才說過 因為其實它不是平時的模型的砌 因為它先是砌了骨架 然後再穿盔甲上去 所以變成你砌骨架 骨架就可以完全沒有任何顧慮 不用理會裝甲怎樣設計 怎樣頂到 不用去顧慮一些東西 所以基本上 這隻的可動程度相當之高 另外呢 除了這個珍珠白的主色之外 其實它的粉紅色 或者它剛剛說過的 背包這些 全部都用了金屬的顏色 來閃亮亮的 因為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獨角獸打開的模式 基本上那些隙縫全部是亮亮的 這次用了這隻金屬的粉紅色 出來的效果呢 都很搶眼 做到有一點點發光的感覺 好 最後呢 再跟大家再看多一次 因為剛才都玩得太快了 大家看看 我經常忘了給大家看清楚 那些造型結構那些 因為始終我少玩模型 讓大家看看 嗯 那些 那些 線位都很深的 即是如果你對這隻東西要求高一點 你想自己滲線 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機械紋 那些縫縫的位置都很深的 那些線 再補一點線位 都應該相當之美觀 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剛所說 那些機械紋 很明顯看到是個身體 再妥套盔甲穿衣服上去 那些機械紋 很重的 很棒 今天的爆箱指數 7分 那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那個 剛剛說了很多次 因為它是內床骨架 可動程度相當高 挺好扭的 再加上 也都說城市人明白的 那時間就是金錢 或者每天都很怕麻煩 那所以 那個組裝是相當之簡單 加上就是 都是要說多一次 不用貼貼紙 相當之正的 那這隻東西 我覺得最適合就是 什麼時間呢 就是你吃飯時間 偷偷地去那些糖果店 買了之後 然後就可以辦公時間 小小的半個小時 砌了它 立即可以放在自己的公司桌上 又 在你的工餘時間 可以扭一下 加上給桌上 挺搶眼的 因為剛剛說過 它用了金屬顏色 就像我們現在 白色桌面 有一隻 有些金色 鐵紅色 鐵藍色的東西 都相當之搶眼 我覺得這隻東西 是辦公室的老友 相當之好的玩意 相當之推介大家 又想玩模型 又沒時間的 香港的朋友 再提到一次大家 這隻東西 剛剛下星期 香港CV開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Premium Bandai 香港預訂 記住 日本限定要EON 才可以買 今次 香港的朋友 也有福 可以直接去訂購 不用跟別人搶 喜歡這集內容 希望你喜歡 和分享 和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